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传统国核心和本质 是由于我国的经贸发展 从经济规模来看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外贸货运量来看 根据世贸组织的组计 中国的对外贸易世界排名第一 2022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货物 总额为63万亿元 行业主要为对外贸易货 进行货物运输巨大的对外贸易竞争口 就量构成了行业的强大需求 全球货物和集装箱和努力 排名世界前十的钢组当中 中国分别占了八戏和七戏 我国还是世界第一大造船国 中国的造船在国际市场份额连续多年 位置世界第一 目前在世界造船市场份额占了40%左右 作为世界上的航运大国 我国已经是世界上国际行业组 还是组织连续18年的A类的事 我国还有半数以上的货物 是由外国的航运企业 外国的传播在成运 就中国的传播命令规模而言 还有贾难反抗 相信在富山的江南 中国的好业 成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